西非国家科特迪瓦在2010年总统选举之后就陷入到僵局 反对派领导人瓦塔拉和前任总统巴伯都宣布当选 并且各自组建政府之后就升级为了持续四个多月的大规模武装冲突 导致3000多个人死亡 直到后来不被国际社会承认的巴伯被捕危机才结束 动乱和冲突让很多孩童年纪小小就和暴力扯上了关系 拉帮结派为非作戴 当地的政府特别为他们量身打造了一种再社会化的课程 那么效果怎么样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科特迪瓦最大城市阿比让的贫民区近年来备受街头暴力的困扰 而令当地政府头疼的是犯罪和帮派团伙成员都是青少年 有的才12岁很容易受成年人利用 当地媒体报道说他们经常逃学 手持砍刀在街头抢劫 残害甚至杀害无辜平民 他们还被当地人称为microbes 也就是微生物 这名店主曾遭受这些微生物滋扰 但他也同情这些孩子 他多次尝试和他们谈心 了解他们为什么要吸毒 做坏事 孩子们回答说没有工作 父母又对他们很不好 他们只好出来混 民众对于长期以来暴力事件忍无可忍 促使政府采取行动 围捕团伙成员 不过因为政府认为 这些孩子是2010年总统选举动荡中的创伤孩童 因此强势他们参加为期六个月的军事化训练营 取代监禁 在阿比让以北大约300公里处的高墙内 这些年轻人正在认真地举行升旗仪式 在这个由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的再社会化中心 年轻的罪犯们不仅远离了毒品暴力 还要接受军事化管理 在社会化项目的协调负责人瓦塔拉 介绍说这项课程意义重大 可以有效地减少暴力 保护居民免受青少年犯罪的威胁 训练营也教授他们多项技能 包括剪裁缝纫 汽车修理 金属加工 建筑和电器工程等 都是当地市场上极缺的技术岗位 希望他们未来能够更容易地融入社会 我们真的做得更好 营地的心理辅导员恩格森说 老师 警察 包括自己都尽全力 帮助这些年轻人 只要他们能认真学习 就会取得很大的进步 让被当作微生物的不堪历史成为过去 自2016年开始 已经有约774名年轻人 通过了这项课程 学员们一起从事体育运动 了解公民思想和人权 也接受基础教育如阅读 写作和算术 完成课程之后 他们就可以离开这里和家人团聚 这位来接孩子的妈妈说 她送孩子来这里是为了让孩子改正 她也希望孩子能够变得更懂事 这位父亲说 他的孩子曾做了一些蠢事 而且不听他的管教 幸好这一切都在这里终结了 这批110名等待回家的年轻人 是目前营地中的最后一批学员 他们对未来充满期待 这位学生说 他学到了很多东西 知道了什么应该做 什么不应该做 他相信自己的未来会更好 当地居民也表示 这项再社会化课程确实奏效 当地治安改善了许多 政府也在探讨是不是要继续跟进 进一步帮助这些问题少年 找工作或者继续深造 以避免他们再次误入歧途